哈喽大家好 今天在这里去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我研究的一个索尼的相机的完美的防抖解决方案 然后今天在这里去跟大家去聊一下 我自己认为的相对来说学术一点的 作为程序员的一个对于索尼的防抖的一个理解 那么今天这期Vlog可能会很长 因为涉及的东西可能会比较多 那么大家也知道 我最近其实一直在尝试找到一个索尼的小巧轻便的一个Vlog的解决方案 大家也知道我买了不少的相机 甚至也买了不少的配件 然后在不停的尝试 那么现在呢 我觉得我应该算是找到了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中庸比较实用的一个索尼的小巧的Vlog解决方案 就是索尼的ZV1 但是呢我也有ZV1F和ZV110 我不想说就是买这些相机是错误的 但是他们的很多 比如说机内防抖是非常不好用的 不代表说不能用 所以这一期呢就跟大家去聊一聊 就是防抖的最底层的逻辑 就是我从程序员的角度 然后呢我也拍了一些素材去跟大家去分析 所以这一期Vlog我们就是去聊索尼的完美的 防抖的解决方案 当然我也是有点想戏略 有点想讽刺一下 就是索尼的相机 就它给了你很多很多的东西 但是呢 你要用起来像它的宣传说的那么好用 要花费很多的力气 当然之前我也做了一期Vlog专门吐槽 那这期就不去吐槽这一点了 但是我想说 我今天做的很多的说话的内容 其实也是一种系列 那么今天出来呢 就是去跟大家去做一个索尼的防抖的Vlog 今天出来带了三台相机 一台是我现在正在录的 索尼的ZV-E10 还有两台是索尼的ZV-E和ZV-EF 那么其实我来的路上还是戴了口罩的 只是说我发现这个公园 这块没有什么人 所以就把口罩拿下来了 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索尼的这个相机 对着人脸曝光 而且它的一个对焦呢 人脸是最准的 所以有的时候戴着口罩 它的侧光也不太对 对焦也不太对 特别是对于ZV-EF的相机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 这里没有人 我就把口罩拿下来 在这里走一走 去跟大家去测试一下 那么大部分我的Vlog呢 我都不会去打草稿或者写提纲 但是要获得一个完美的索尼的防抖的解决方案呢 我觉得还是有点困难 所以呢 我自己去尝试之后 然后写了很多的笔记 然后写了很多的关键词 所以呢我现在就把它去打印出来 然后去跟大家去聊 这样呢防止就是我说的有点遗漏 或者大家有不理解的地方 所以这期Vlog呢 我得拿着这个纸去跟大家去练一下 那现在呢我用的就是这个索尼的ZV-EF 然后拿那个延长杆 看这个长度是不是非常的好 做Vlog非常好 然后现在呢我打开的是一个机内的增强防抖 说实话我不用看 我就知道它这个旁边这个地方防抖非常的拉垮 而且我是专门选了一个复杂的一个场景 就是树啊木棍啊树枝啊特别多的地方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防抖非常的恶心 这是增强防抖啊 所以我就是在这里去跟大家一谈一谈的试 那现在呢我就是用索尼的ZV-EF 在同样的场景去跟大家去测试一下 那么现在呢我没有打开机内的任何防抖 所以这个素材现在大家来看就是比较陡的一个素材 但是我会用这个素材去做后期防抖 那么在不防抖的情况下 大家可以看这个是不是非常的广 非常适合做Vlog 但是奈何这个机器本身还是有点拉垮 那我在做后期防抖之后呢 我个人虽然我没有看这个素材啊在现在 但是我在家世了 我会觉得这个后期防抖非常的好 就这个软件它还是做得非常的不错的 但是在这个复杂的场景下 你会发现就是这种素杂素杀啊 会有一种拉扯感 或者说有一种抖动感 我会给大家去放大的去看 因为我走路也是非常正常的走路嘛 我也不会轻轻的去走路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这种边界 这种框这个视角的这种防抖的拉扯 现在呢我还是用了索尼的GV-EF 然后也是没有做机内的防抖 这个素材呢也是在后期做防抖的 那么唯一的区别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一次的素材拍摄中 我的快门速度不是五十分之一 而是二百五十分之一 就是没有那种动态模糊 这个手会显得非常的清晰 就当你有这种运动的感觉的时候 但是这样的话呢 你会发现这个防抖 特别是四周的这些素质素杂 复杂的环境 反而防抖的效果变得更好了 那为什么呢 我自己的猜测就是 当你的快门速度提高了之后 你的图片变得更加的清晰 就是模糊的时候 你手是这种动的嘛 所以它防抖的时候不太好对齐 但是现在快门速度变得比较快的时候呢 它每一帧它的手都非常清晰的 包括这些素质素杂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它防抖的效果就会变好 这是我的一个猜测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这个素材 是不是这个样子的 跟刚才一样 就是快门速度的变化 现在我使用的是一个索尼的GV-EF 然后我现在快门速度呢 设置的是一百分之一 没有像二百五十分之一 那么夸张 然后现在光圈是F2 ISO是400 那么我使用的是一个后期防抖 所以这个素材大家可以看到了 它其实是没有机内防抖的 但是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素材去对比一下 就是机内防抖和后期防抖的一个区别 如果GV-EF呢 这台相机你不开机内防抖的话 就是你站着这样拿着 它都是会非常抖的 特别是你看周围 或者说这个复杂场景的素质素杀 那我觉得开了后期防抖之后呢 我觉得它的整个防抖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虽然这个素材我没有仔细的去看 因为我现在还没回家 但是我之前的一个感觉就是 我觉得它的这个后期软件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 那GV-EF还是很轻的 然后它的广角还是非常广的 所以你可以拿着非常的轻松的去拍Vlog 但就是你可能需要去做一些后期的防抖 然后要把快门速度稍微提高一下 这个后期的效果会更好一点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感受一下 这个防抖是变得更好了 现在我们就分析一下这个素材 那么这一段的素材是使用索尼的GV-EF去拍摄的 大家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就是机内的防抖是不行的 然后大家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后期的防抖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我把这个放在这里对比 你们就可以看到 然后用后期的软件加了防抖之后 你会发现这个防抖的效果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让人惊讶 但是你还是会发现 这种防抖在一些复杂场景下 它的树木 它的背景 还是会有那种模糊的抖动 这个时候 你像我去说的提高快门速度 你会发现 后面的这些抖动 这些复杂场景 树枝树叉的这些 不对齐的这种抖动 拉扯 都变得非常的好了 所以你看这个素材 你就会发现 只要你提高了快门速度 然后用后期防抖 就可以解决它的机内的果冻效应的问题 看这个知识点是不是非常难找 然后现在我使用的是索尼的 ZV-1十这台相机 然后我开的是机内的一个 机内防抖 然后用的是一个延长杆 然后大家可以看看这个防抖的效果怎么样 然后看看主要是周围的这些素质素杀 那我用的这个镜头呢是11F1.8吧 应该是那个镜头 然后我把这个虚化全部打开 大家可以看到后面这个虚化 然后可以看看这个防抖的效果 怎么样 专门找了一个比较黑的地方走 然后环境也比较复杂 主要是看这个 周围这个素 然后大家的主要的观感 会不会觉得它防抖 这个果冻效应很奇怪 现在呢 我是用了这个索尼的ZV-1十这个相机 然后没有开机内防抖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镜头是多么的广 基本上是暴露万象了 然后我现在就把它开启后期防抖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后期防抖的效果怎么样 特别是这个复杂环境 树枝树叉四周 然后这个树 看看这个防抖的效果怎么样 但是这个确实非常的广角啊 跟刚才的那个机内防抖相比 对吧 看看 非常的广角 然后我加了后期防抖之后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 因为我现在拍摄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索尼的那个软件 还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机内防抖 它的裁切你是不能选的 但是如果你用软件的话 你可以选择比如说只裁切百分之五 百分之十 就是我觉得有更多的选择吧 现在我站着的话 我觉得那个后期软件应该是不错的 但是不知道走动的时候 它的这个树枝树叉 特别是旋转的时候 后期防抖怎么样 可以再简单的走一走看 包括这个样子走 这个防抖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 然后这样逆光一下 看看 后期防抖和机内的一个防抖 大家会选哪个呢 现在是同样的GV110 然后同样的复杂场景 但是快门速度提高到了250分之一 然后现在正常的走动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个的防抖 后期防抖和刚才的那样一个片段的 后期防抖周围的数值输差 是不是有什么区别 然后走的也相对来说比较快 然后这个地方其实有些坑坑洼洼的 我也会就是像踩坑一样的 也在一直避免就是非常强的震动 大家可以看看是不是快门速度提高之后 这个防抖的感觉变得更好了 对 同样我们转过来转一转 然后这个角度走一走 看看快门速度提高之后 它的后期防抖是不是变得更好了 现在是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暗的环境 因为我开了大光圈 等一下我们可以去亮一点的地方去走一走看 那么这一段素材 是索尼的GV-110去拍摄的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机内的防抖 还是不太行 当时我在拍摄的时候 我用小屏幕去看的话 我觉得这个机内防抖还是不错的 但是没想到在大屏幕上去看 发现还是没有那么的行 你依旧会发现它的四周有拉扯感 它对于背后的复杂的一些背景 一些复杂的数字数差之类的 它的对齐还是有那种抖动的 所以你会发现机内防抖GV-110也不太能接受 那么有的人可能可以接受啊 这个都无所谓因人而异 那么对于我自己来说是不能接受的 而且它的裁切确实非常的巨大 那么你可以看到前期不防抖 后期防抖呢 它的效果会好很多 所以我一直都会觉得 这几台相机 如果你用后期防抖的话 会比前期防抖要好很多 而且裁切也会小很多 说实话 11 f1.8这个镜头非常非常的广啊 同样你提升了快门速度之后 你会发现这样的复杂的图像的对齐 也效果变得更好了 它没有那种抖动对齐的拉扯感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这感觉 我只能放大给大家去对比 所以你会发现提高快门速度 在后期防抖中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小技巧 现在呢 我就使用的是索尼的GV-1 然后加了一个延长杆 再用了一个广角镜的解决方案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 然后我现在的光圈是F1.8快门速度是五十分之一 然后ISO是160 因为这个场景还是比较的暗 那么我自己从这个小屏幕上面来看啊 我感觉它的机内的增强防抖要比GV-1 要好很多 所以呢 就是它比GV-1 自然也会好很多了 但是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比较一下 就是它这个基本加拿广角镜和延长杆 还是没有GV-1 和GV-1 那么的广 对吧 还是会有一点窄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点 就是它的机内防抖还是OK的 然后一般人用起来的话呢 就是也不用把这个素材导出来 去做什么后期防抖 基本上就是直接拍了就可以直接用了 在这个复杂的一个环境 一个复杂的场景下 可以看到防抖还是比较OK的 当然我也没有在电脑上去看这个素材啊 至少从这个屏幕上看 我觉得也比较OK吧 所以我觉得这套方案呢 就是在我选了这么多遍之后 这么多相机一台一台是 素材一台一台的看 然后还拍到Vlog 为什么最终还是选择了GV-1 做一个日常的一个Vlog解决方案 即便还要加延长杆和这个光角镜 因为我觉得它就是一个 拿起来就可以用的一个方案 现在我用的是机内防抖 大家应该觉得还是比较不错吧 至少我从这个小屏幕上看 还是不错的 那我现在正在剪辑啊 我发现还是有遗漏的地方 我相信大家看了这个素材之后发现 GV-1它的画质啊 包括机内的防抖 好像不如GV-1F和GV-1E0 就是后期提高快门速度之后的防抖 那么有的人肯定要问 那我是要做前期防抖呢 还是做后期防抖 而且为什么我说我用下来 我觉得GV-1算是非常中庸好用的相机呢 就是我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有这个问题的话 就是我觉得防抖能前期就前期 机内能支持的越好就用机内的 为什么因为首先后期的时间非常的长 就是如果你拍Vlog三四十个素材的话 你要首先回来渲染防抖的话呢 可能需要两三个小时 因为索尼这个软件真的非常的慢啊 就非常麻烦 然后呢就是图片 说白了就是要它清晰一点 可以做好防抖嘛 但是你会发现它的夜晚的问题非常多 因为你在晚上的话 你的快门速度要提高的话 你的ISO就要提高 你的光圈不能无限的大 对吧 那基本上晚上 如果用正常的五十分之一的快门速度去拍的话 用后期防抖 你会发现噪点也对不起 就是其实噪点是需要对齐的 但是它对不起 再加上它的对焦 晚上的时候也不是很好 你会发现很多很多的问题 你看这个就可以看得出来 它真的尝试要对齐 但它真的对齐不了 整个画面都是飘的 所以晚上呢 其实后期的一个防抖 还是很麻烦的 那你想要把这个图片变得清晰 你的快门速度至少是一百分之一以上 然后你的ISO基本上都是一万多两万 甚至五万了 就非常的夸张 当你噪点变得多的时候 你的图片清晰 它也对不起 因为噪点本身也要对齐 一定要记住 所以它会出现这种很飘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机内防抖好的相机 其实是有优势的 虽然你看 GVE的这个素材好像没有GVE10和GVEF 白天后期做得好 但是它在夜晚是有很大的优势的 那么说到防抖啊 我觉得首先 我觉得我之前的VLOG也提到过就是 没有什么果冻效应 然后GVE也是我最近发现的就是都还不错 因为它没有果冻效应 所以它就不会有那种拉垮的拉伸 因为我在之前的VLOG也跟大家就聊过了就是我在这里会去用两张图像去跟大家去形容一下 就是你可以看到这张图像和下面这张图像 如果这两张图像就是都是非常清晰 而且没有果冻效应的话 同时我告诉你它的一个移动的方向 虽然大家不是程序员 我相信你们也可以理解我怎么去做防抖 对吧 就是这里有一个坐标 有一个向量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两个图片是可以重叠在一起的 那么有不能重叠的地方 说明这个地方是需要裁切的 这也是为什么做防抖的时候呢 是需要裁切的 因为边上有的时候是不能对齐的 所以需要把它裁掉 而能对齐的地方就是可以防抖的地方 那么如果这个相机有果冻效应 比如说像这两张照片一样 你会发现这两张照片它的横平数都不值 而且因为果冻效应呢 导致了它的边缘很模糊 你会发现它很难对齐 即便加了一个向量 加了一个坐标的移动的位置 那么你还是很难对齐 因为你放来起发现这些像素 不能合成一个比较清晰的像素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会尽量的去把它对齐 尽量去对齐 你就会发现它有一种边缘模糊的感觉 那么我们看素材的话也可以去看到啊 所以总之我觉得要获得一个 相对来说比较完美的一个索尼的防抖解决方案的前提条件 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它这个机器没有果冻效应 你可以看到在这一点上面 GVE10和GVEF的机内防抖解决方案都不太行 因为它有果冻效应 所以当它要进行防抖的时候 它没有很好的办法去进行图片的对齐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你会发现没有果冻效应的相机的硬件 本身就很占优势 另外一点来说呢 从刚才的一个素材 你可以得到两个知识点 第一个知识点呢 就是后期的防抖软件 要比前期的机内防抖要好很多 第一点就是在你机内的防抖裁切上面 它是一个非常夸张的裁切 但是在后期使用软件的话 这个软件你是可以选择只裁切5% 或者只裁切10% 那么我一般都选择是10% 因为有的画面如果太陡的话 那5%也是不够的 10%刚刚好 它裁切的也不会很多 然后它的防抖效果是更好的 那么这个软件呢 是索尼的一个官方的软件 这个软件 有两个版本 一个版本是免费版 我想反复的强调一下 它是有免费版的 所以你可以用免费版去做后期防抖 然后我买的是一个专业版 那么专业版和免费版的区别就在于 免费版只能一个一个的导出 就是你一个一个的分析 一个一个导出 那么专业版呢 是可以批量去分析 批量去导出 那么这个软件就是比较慢啊 就是索尼产品用起来也都不那么的好 而且我怀疑它在Mac上没有什么GPU加速之类的 所以每次我拍完回来 要渲染还得再额外花一两个小时去渲染 所以是非常夸张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买专业版 因为如果让我一个一个手点的话 我自己人还得住到这里看着它 用专业版的话呢 我批量的处理完了 我就可以去打游戏或者睡觉之类的 至少节约了一些时间 但是你可以自己去试一试 就是这个软件还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从这里你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就是后期它的防抖效果要远好于前期 这是我个人非常主观的一个看法 而且你可以选择裁切的一个比例 就不用像前期那么夸张了 然后你还会发现一个知识点 那这个知识点呢 就是隐藏的非常非常深 这是我经过不断的尝试 再加上一些理论的分析才得出来的 而且我也看到有些国外的YouTuber 也说出了同样的观点 然后我很欣喜 又去试了一下 我发现果然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快门速度 你有没有觉得索尼的这个东西 就设计的非常的隐蔽 非常的夸张 大家都知道动态模糊 就是我拍25帧的时候 我是它的两倍分之一的快门速度 这个动态模糊是非常舒服的 如果我快门速度非常的快 这个手就会非常的清晰 这个运动的时候 就会让人觉得有一种不适感 那你想你要做图片对齐的时候 你是模糊的时候对齐的方便 还是清晰的时候对齐的方便 我当时就想 那我快门速度提高的时候 那两帧之间这个图片 是不是非常的清晰 那么它的防抖应该更好 同样的道理 如果你一秒钟拍的帧数非常的多的话 它分析这个防抖的数据就会更多 就是你看我用这个ZV-EF 快门速度是一百分之一 就后期防抖 你会发现这个效果还真的是不错 而且也没有那个周围的拉垮 还有那种复杂的树枝那种抖的感觉 你会发现这个东西确实是能解决防抖的问题 所以你会发现你用没有果冻效应的运件 然后用后期的防抖 在拍摄的过程中增高快门速度 你会发现这个后期软件的效果异常的好 那么另外值得一提的 就同样也是讽刺索尼的相机 它的这些知识是多么的隐晦 多么的复杂 它的产品是多么的难用 虽然我还是买了很多索尼相机 但是我还是得承认 它很多东西是很难用 对吧 我不能去违背我的本心去欺骗大家 那么有的人会说 那你应该买一个 比如说1018F4这样一个防抖的一个镜头 就像我说的 我要试这些东西 我一定是先全买了 然后再试 不适合的我再买掉 那么其实我已经买了 这个1018F4的这样一个防抖的镜头 那么我想说这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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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坑 那我给大家去看一下 就是这个GVE10用了这个之后呢 你在设置中是可以打开标准防抖的 看一看 是可以打开标准防抖的 那么你用标准防抖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只解决了你拿在手上的防抖的问题 就是你静态的时候 它可以解决防抖的问题 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开防抖的话 那么你手就单纯这样拿着 画面就抖的不行 那么你用了这个镜头 你用静态的拿着的防抖是可以解决 但是你走动的话 听我说啊 但是你走动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防抖和没有防抖 是没有区别的 OK一定要记住 所以这个时候 你还不如开增强防抖 所以它跟我用的11F1.8那个镜头一比 就没有什么优势了 听我说 如果你走动的话 它的防抖等于没有 而且 而且 而且非常坑的是 如果你使用了标准防抖 它不会记录防抖数据 再听我说一遍 如果你使用了标准防抖 它不会记录防抖数据 也就是说 你把这个素材拿出来 前期防抖非常拉垮 同时 你也不能使用后期防抖 再听我说 如果你使用了标准防抖 它不会记录防抖的原数据 所以你前期后期的防抖都无法使用 所以你用它要么选择增强防抖 要么就不防抖 增强防抖 它的裁切和11F1.8那个镜头相比 没有任何优势 那个镜头光圈还非常大 所以这就是我想说它非常非常坑的一点 就索尼的相机镜头产品有非常非常多你要绕的地方 但是你听了我这个分享之后 你就应该得出自己的完美防抖的解决方案了 现在我正在往外走 快到门口了 那么人也越来越多了 那现在我把相机换到GVF了 因为比较小小轻便 大家不会觉得有攻击性 那么最后呢 我再补充一点吧 就是我做一些相机的评测 包括这个防抖 包括我吐槽索尼 我说A好的时候呢 总会有人说A不好 我说A不好的时候呢 也会有人说好 但是无所谓 我觉得每个观点我都能接受啊 只是我想补充的是 我觉得这个好或者不好 并不代表你买了这个相机 就优越或者不优越 甚至说 我觉得这个相机不好的时候 也不代表你买了这个相机就是 一个傻茶 知道吧 就大家不要这么去对号入座 我觉得还是要冷静客观一点 至少从我的角度来说 我没有觉得买了任何相机就是傻茶 因为我觉得每个相机都有它好的地方 也有它不好的地方 有可能有的时候你是可以解决 有的时候你是不能解决的 但是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买了就好好的去使用就好了 所以真的不要觉得 好像我说了某一个OK或者不OK 去引试到你个人的上面去了 好吧 就是最后补充这一点了 现在就打算回去了 好吧 在这次Vlog结束之前 我还要再次的再去跟大家总结一下防抖解决方案 当然我也得拿着纸去念 就是如果第一 你没有股东效应 这个机器 你可以用机内的增强防抖 如A7S3和ZV1 如果你的机器有股东效应 防抖不行的话 机内防抖不行的话 你就不要打开防抖 也不要使用有标准防抖的镜头 去相信它的防抖 你就不用防抖 并且用后期防抖 同样提高快门速度 能够优化后期防抖的一个效果 所以这就是一个总结了 大家可以自己去按照自己买的机器去尝试 好吧 这大概就是今天的这期Vlog分享了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意见的话 也欢迎在下面去评论 或者给我私信都可以 还有什么困惑的话 也可以去评论 我会回复你 我们这一期的Vlog就到此结束 我们就下期再见 拜拜